美国的私人俱乐部呢 一般呢有一个传统 每年的这个俱乐部的冠军 如果你打了第一名了 得了俱乐部的冠军了 除了给你发奖杯以后呢 还要给你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礼物 奖品是什么呢 给你一个最好的停车位 写上你的名字 俱乐部的冠军 专用停车位 这个我们大陆好像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看见过 也许现在已经有了 这个是个比较好的传统 我觉得应该引进这么一个奖励 今年在佛罗里达有一个小孩 他打了这个俱乐部的冠军 但他只有14岁 他又没有车他开不了车 美国在16岁以上才能开车 所以在俱乐部呢还挺好玩 把这个车位呢挂上他的名字 但是呢在上面弄了一个 所自行车的这个扣子给他 这也算给他一个专用的 专享停车位了 美国人也挺逗的 想这些这个花里哭哨的这个主意 但是这个已是公平嘛 人家是俱乐部冠军 虽然没有车位 但是他有自行车 就给他锁自行车就完了 啊 啊 nice